确实而且时间真的也不多 距离现在投票的时间 大概剩下十多天 那华尔街日报就分析说 双方的选情很胶着 也跟这个男女选民力挺对象不同有关系 到底性别跟年龄带来哪一些的影响 还有贺锦丽跟川普似乎在争取异性选民的选票上 都不是那么顺利 那么相关的分析要持续请教教授 是的要争取异性的选票确实不是很顺利 因为对彼此来说都有一个固定的同温层 而且这个同温层效应还蛮厚的 因为对于贺锦丽而言 现在在各方的民调显示 在摇摆州共和民主两党的候选人 在摇摆州其实选情是非常胶着 所以大家才会进一步的去分析 是不是有哪些关键的变数可以再做一些努力 从政选的策略来说 那就有人谈到了也许性别的部分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尤其是贺锦丽可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的元首 所以是不是在性别上面 尤其是女性的选票可以多加琢磨 然后加以突破 因为我们知道一般来说 在美国历届大选 女性选民的投票率是普遍高于男性选民的 那在这种状况 尤其是战况胶着的情况 摇摆州如果女性选民愿意多一点的出来投票 就会可能造成选情的翻盘 所以民主党希望贺锦丽可以争取到多一点的女性选票 可是目前看起来 贺锦丽在各个摇摆州平均来说 可以取得大概50%到54%左右的这种过半的优势 在女性的部分 可是贺锦丽同时在摇摆州男性选民的部分 取得的票数就落后给川普 在男性选民部分 川普普遍平均可以拿到50%到52% 也就是说双方各自在男性选民跟女性选民都有一定的优势 如果说女性选民真的跟过往一样能够多出来投票一些 也就是投票率真的在这一次一样是女性投票率比较高 也许贺锦丽可以有一些优势 但是我们说过贺锦丽现在在摇摆州 除了男女选民各自有自己的偏好 好像已经很难撼动之外 贺锦丽遇到的另外一个挑战恐怕是 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让选民对她产生激情 而不是纯粹只是反川普或讨厌川普 让自己能够更有吸引力 是现在贺锦丽 不管是政策上面还是在论述上面 能够让选民有情感的连结 是贺锦丽目前的弱项 也是她要努力的方向 那至于拜登呢 他恐怕是要让选民少 对他的这个厌恶感少一点 所以对于川普来说要厌恶感少一点 所以川普最近对女性议题的发言 相对来说比较柔和 也是主要是来自于希望可以争取一些女性选票 至少不要催化一些厌恶川普的女性选票出来投票 这是双方的策略 那当然这也看出来双方在性别上面 也希望多做一些琢磨 不过最关键的恐怕在最后这两个礼拜 每一个双方的言行 是不是能够多催出一点选票 以现在这么紧绷的情况 不管是女性选民男性选民 恐怕都是双方积极争取的重点 而且川普其实让大家担心的地方真的很多 像是现在他都还没有承诺说 如果输掉选举 他就愿意认输 甚至还曾经说过他落选就可能发生一个血洗事件 那教授在美国您又怎么来观察这个担忧 国会的暴动真的有可能再次发生吗 这次的选战确实有这样的隐忧 而且这个隐忧恐怕不是从现在才出现 事实上从2021年1月6号的国会山庄骚动事件之后 美国的社会基本上就出现这种氛围 也就是共和党的部分的比较极右派的支持者 更加保守派的支持者 他们从2020年那场大选之后 对于选举的公正性一直都有怀疑 他不见得是全然的支持川普 但是他怀疑选举的公正性 而这种社会的氛围在美国的南方州 是尤其明显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特别担心 再加上川普自己又不再 不愿意公开的表态去做出一个承诺 就是如果他在选举确定之后 自己落选了 是不是就愿意承认失败 川普到目前为止仍然不愿意松口 他甚至不愿意特别强调说 2020年的大选 他已经正式的落败 就是这些因素导致让更多的人会担心 是不是因为川普自己不愿意接受选举的结果 导致支持者也会更加的反弹 更加的去加深 选举都是有很多的舞弊 或者选举的不公正 这种印象一旦加深 他可能就会造成最后的选举结果 如果是双方非常接近 甚至像上次一样 在一夜的开票之后 隔天早上起来 因为通讯投票的计算 导致选举结果翻盘 怎么样来相信这个计票的过程 恐怕也是变成一个很大的变数 那这一次会不会像上次一样 出现国会山庄的骚乱事件呢 其实以现在美国两极化的氛围来说 恐怕担心的不会只是 国会山庄会不会出现骚乱事件 更多人担心的是 这种骚动恐怕是 在美国的各地会遍地开花 而且不只是川普当选 如果川普当选 或者是贺锦丽当选 并不是只有一方当选 会出现所谓的骚乱事件 如果今天反过来是 川普当选 贺锦丽没有办法当选的话 其实民主党的选民 恐怕同样也会有不满的情绪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观察美国的大选 战况胶着的同时 也在看美国整体的社会气氛 目前看起来确实是比较紧张 比较剑马弩张一些的 好那看完美国 我们接着要来看到中国大陆的动态了 又有小老弟跑去他找拍拍 缅甸的军政府领导人 敏昂来将会在11月来访问中国 这将是他从2021年发动政变以来首次访中 所以教授缅甸的军政府 在内战当中其实屡次受挫 这一次当然应该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中国方面可能给予他哪些资源呢 要请教您 是的 其实缅甸可以访问北京 可以到中国来访问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希望可以得到 所谓的合法性的背书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其实到目前为止 北京在军政府政变之后 其实一直都没有公开 或者是正式的去支持哪一方 也对于军政府有的时候也参与 在所谓的提出批判 甚至是对于军政府没有办法稳住局势 以及在中缅的边境当中出现一些不稳定的状况 中方也有多次的谴责 那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之后 中方终于愿意接见缅甸的军政府的领袖敏昂来 对于缅甸来说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他透过跟中国的外交的接触 可以传递的是 也许得到了中方的背书 至少在合法性上面 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加分 那反过来说 为什么中方在这个时候北京在这个时候 要来接见军阳来 要来好像要承认军政府的合法性呢 事实上更进一步来看 也许他不是承认军政府的合法性 而是透过这种方式 试图我们刚刚说了 稳定缅北的不稳的情势 要求军政府负起一定的责任 事实上中国大陆也在 北京当局也在针对缅甸境内的反抗军的势力 给予不少的支持暗中的协助 也是有的 所以两轨策略或者是双手策略 目前是很明显在中方在面对缅甸议题的时候 正在进行的操作 毕竟对于中方来说 东南亚地区的国家能够 如果有更多在中美的竞争的大架构之下 如果在自家的后院 在东南亚地区可以稳住局势 甚至是让部分的国家 可以跟中国之间保持更友好的关系 这个才是中国的大的外交战略的重点 恐怕对于所谓的缅甸的内部的局势 对于北京而言并不是政策的关键 而是怎么样能够透过跟缅甸之间维持友好的关系 甚至是透过接见来进行进一步的控制 或进一步的拉拢 来强化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 那当然了 对于缅甸军政府来说 如果能够得到北京的背书 对于他自己在国内所谓的稳定政局 可能也有一些产生一些正面的效果 双方各局所需 其实态势是非常明显 但是这个各局所需 对于缅甸的人民来说 恐怕不会是太好的事情 好 国际间的战火真是持续 但重中之重 还是美国大选了 每天都紧绷 每天都变动 也感谢教授持续带我们掌握 感谢